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谈一谈 这个steam bar的 窜口打印 窜口打印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 这个窜口怎么发送 和接收制服了 我们这里面调用一个 c语言库里面最常用的 printf 看一下它的使用 窜口打印 那么可以看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工程 工程项目 窜口打印 printf 大家打开 我们之前谈的窜口 188窜口的一个使用 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工程 这个工程和我们窜口的工程 基本上 结构上是一致的 我们就加了一句话 我们在窜口 uart.c 这个 驱动文件里面 加了一个从定向的 一个函数 定向哪个位置 我们现在就看 我们定向的这个 inter f put put c 这个 c语言的一个函数里面 定向到这里面 那么这里面的内容 就是应该是输出一个 字符串 那么 这样怎么写的 你看 将printf 内容 啊 方向窜口 你说想打印内容啊 通过窜口进去发送 啊 那么 首先发送啊 一个 八 八位的 啊 这样一个字节的数据 发送 发送 然后判断是否发送完成的 啊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字符串的啊 你判断s 啊 还有我们什么 标志位 tx1 标志位 相遇 啊 然后 判断它是否为0啊 是否为0 啊 如果没有发送完成的 啊 我们继续发送 如果发送完成的 这个被置位了啊 我们 这样出啊 啊 返回 我们sh啊 返回 sh 那么这一个 函数啊 就把我们的这个 啊 发送的一个字符串 从定向到 啊 也说我们pref啊 pref 可以直接 在我们的这个什么 调度之后上面 进行打印了 啊 进行打印了 啊 提起来这一个函数就可以了啊 那么其他的这个写法啊 啊 我们这个结构跟我们串口 前面讲的串口的配置是一样的啊 那么主函数啊 主函数 我们这里面就不用 我们之前写的 呃 发送字符串啊 或者发送字符的方式 我们直接用 这个printf啊 这个方式 来进行 我们的这个信息的输出 打印啊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硬件上面啊 大家还是需要把开发板的 串口 串口 接上 啊 电源一开 电源一开 然后我们 进行下载 好 都没有 啊 我 大家打开光盘的调整住手 配套软件 我们这里面的 波特律 大家一定要跟我们这个配置的 波特律是一致的 我们115200 大家直接打开 然后我们全数跑 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就出现了 一个串口打印收出 那么就是把我们的 字符串 直接用打印的方式 串口打印的方式 是出 这是简单的一个演示 我们怎么使用 这个串口打印方法 那么之后 还是来看一下 我们提供的两个网站 我们提供的 第一个 3w.清风 v8.clm 这是我们技术论坛了 大家可以 上来 提问 进行我们的技术交流 有很多板块 当然有针对我们 Ateam 8的这个板块 那么还提供一个网站 是我们的开发工具的 这样的购买网站 上面提供的一些价格比较便宜的 价格比较便宜 优惠的一些器件 大家都可以进行购买 这是我们这个视频的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 讲到这里方为止